品世间美酒交天下朋友 大家好,我是何以建德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 农香型白酒当中的江淮派农香 江淮派农香呢 它的主要代表就是古井贡酒 羊河系列 双沟系列 还有宋河凉叶等等 江淮派农香呢 又称为纯农香 所以说我今天带来的是一款经典古井贡 为什么选经典古井贡呢 是因为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纯农 所以说这个应该最能代表江淮派农香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品一下这款经典古井贡 就是这款经典古井贡酒 说到古井贡酒呢 它的产地是安徽的博州 古井贡酒在中国酿酒史上有着很渊源的历史 其渊源始于公元196年 当时曹操把博州产的九云春酒和配方呢 竞献给了当时的汉县地 留鞋 后来就有了古井贡酒 今天我们就来尝尝这款酒 可以看到这个瓶子非常的好看 形状称之为圣女瓶 掐腰的一个设计 我非常喜欢这个古井贡酒的这个瓶子 来 我们今天就来尝这个酒 香气扑皮 非常的纯 酒馅也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 酒花也很丰富 我们先来闻一下它的香味 其实不用端杯子 刚才打盖子的时候呢 就闻到了很纯的这种浓香的味道在里面 它不像杨河系列呢 有鲜香的香味 又不像其他的姜花牌的浓香呢 还带着一点点橙香或者是酵香 它就是很纯的这种粮食的香味在里面 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口感 入口微微的发甜 稍微有一点点辣嗓子 这个经典古井贡呢 就突出了它的唇浓的一个特色 就是鱼香幽肠 即便是你咽下去以后呢 这种香味在口腔中持续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所以说我选择这个古井贡最能代表的是姜花牌浓香的一个特点 嗯 这款酒呢 应该是一个很经典的啊 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也是口羊酒系列当中的一款很不错的选择 作为纯农派浓香酒的一个代表还是很不错的 喜欢这种纯农香的朋友呢 可以选择古井贡主系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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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